全油管最快新闻 2023年 中国民航连续第四年亏损 全行业累计超4000亿 其中航空公司亏损170亿 国际旅客量恢复不及预期 专家指出国际航班量仅恢复55.8% 导致航司亏损 民航行业面临挑战 需加强管理和创新提高盈利能力 未来需更多政策支持和市场调整 助力民航行业 重振旗鼓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